小鲜肉 大美女 这男神女神剧的还挺奇的呀 是要召唤神龙的节奏嘛 开个玩笑啊 小姑今天来到的是 泡妞秘籍的新闻发布会 除了主演孔锤男 黄里格 贾真鱼 董玉峰 李恒健 全部到场驻正外啊 导演王子也是亲自到场 既然电影讲的是 九五后小鲜肉的青春爱情故事 还起了一个这么响亮的名字 帅哥们就给咱提前传授一下 如何泡妞吧 是羞涩 那个 烟 烟 什么什么 太漂亮了这个 他不烟纸 那我只能烤内卡了 这简短而又傲娇的回答 小鲜肉们也是蛮个性的呀 孔锤男黄里格和导演王子早就认识 但这却是第一次合作 不知为什么嘞 对因为我们 这是孔锤男的黄里格 包括我们的陈藤大人 就非常好的工作 然后也曾经 陈藤大人的第一部戏 我也给他做过监制 呃 大家一直想要合作 对 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契机 因为他们实在 《类似爱情》太火把 实在没有时间给我挤付当情 这一次是 说了又说 然后就一定大家 要合作一次 比如在他的 这个 上演的戏 就类似爱情2 《杀青之凤》 然后决定上我的这个戏 然后他们后面也会有些 呃 面线的打算 希望这部以青春校园作为背景的影片 能为粉丝们带来不一样的毕业季 至于《炮妞秘籍》到底会教会观众们什么样的特殊把妹技能 诶 咱们拭目以待吧 又不全一乐 坐等《炮妞秘籍》上映 北京报道 小鲜肉 大美女 这男神女神聚得还挺奇的呀 是要召唤神龙的节奏嘛 开个玩笑啊 小姑今天来到的是 《炮妞秘籍》的新闻发布会 除了主演 孔锤男 黄里格 贾真鱼 董玉峰 李恒健 全部到场 驻正外啊 导演王子也是亲自到场 既然电影讲的是 九五后小鲜肉的青春爱情故事 还起了一个这么响亮的名字 帅哥们 就给咱提前传授一下 如何泡妞吧 这简短而又傲娇的回答 小鲜肉们也是蛮个性的呀 孔锤男 黄里格和导演王子早就认识 但这却是第一次合作 不知为什么嘞 对因为我们 那是孔锤男的黄里格 包括我们的陈彭导演 是我非常好的作品 然后也曾经 陈彭导演的第一部戏 我也给他做过监制 大家一直想要合作 对 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气息 因为他们实在 那次爱情太火化 实在没有提前给我几部档子 这一次是说了又说 然后就一定大家要合作一次 我们在他的这个上一部戏 就类似爱情2 杀青之后 然后就会上我的这部戏 然后他们后面也会有些 呃 面线的打算 希望这部以青春校园作为背景的影片 能为粉丝们带来不一样的毕业季 至于炮妞秘籍 到底会教会观众们 什么样的特殊把妹技能 咱们拭目以待吧 又不全一乐 坐等炮妞秘籍上映 北京报道